2月14日,美国参谋长联系会议主席米利下了个论断。俄罗斯输了,他们在战略、行动和战术上都输了。你看,战略层面也输了,战术层面也输了。连行动层面也输了,俄罗斯是不是一败涂地?那这仗还打什么打,就等着俄罗斯摇摆起背。 对。然后CNN在报道的时候,还给米利这个论断盖了个戳。附和说哪怕从最客观的标准来看,普京也已经输了。然而等到隔天的2月15日,米利似乎忘了折查。在接受英国金融时报采访时又说,俄乌冲突可能没有赢家。因为俄罗斯不能吞下整个乌克兰。乌克兰也不可能把俄罗斯赶出去。这话和前一天明显不是一个意思。 那为啥同一个人,两天两个口风呢?因为前面俄罗斯全输的论断,是说给美国人听的。按照CNN的注视,俄罗斯没能占领基辅吧?没有推翻泽连斯基政府吧?没能切断乌克兰与西方的关系吧?俄罗斯还成了被遗弃的国家吧?所以俄罗斯输了,那俄罗斯为啥输了?因为拜登成功的团结,领导了西方世界。带领正义力量打败了亲战。 你就说拜登牛不牛吧?至于第二天的没有赢家论呢?则是在欧洲说给欧洲人听的。因为这天,他正在欧盟劝欧洲人多给乌克兰输血。既然要输血,那肯定不能说已经赢了。 所以米利就抛出了没有赢家论。翻译成人话就是,我们前期的援助是成功的。让俄罗斯人赢不了,但现在乌克兰也赢不了。因此我们应该再接再厉,再多放点血。把胜利的天平砸到我们这边来。什么叫见人说人话?见鬼说鬼话?这就是了。 其实米利的这种左右互搏,还只是最近西方舆论造势的一个侧面。如果我们留意一下就会发现,这段时间西方各路人马,都在积极对俄乌局势发声。 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警告说,普京必须意识到他赢不了,因为北约会继续给乌克兰送弹药。美国驻北约大使说,美国将继续尽其所能地向普京施压。 布林肯又老调重弹,警告中国不要支持俄罗斯,还给中国画下红线。哈里斯,则直接给俄罗斯,扣了顶反人类罪的大帽子。连铁攻击朔尔茨,居然也呼吁起欧洲盟友给乌克兰送坦克了。包括拜登本周,也准备出访波兰,和其他前线国家。为啥突然都积极起来了?因为马上就是俄乌冲突爆发的周年纪念日。 到了西方政客们展示政绩的时候了。作为周年总结,这时候,美国和北约都在努力向外传递出三个信息。一是西方联盟是京城团结,信心十足的。二是拜登的美国。在这场冷战后,西方联盟最为紧密的反俄行动中,是一直在发挥领导作用的。三是普京已经输了,只是不肯承认。或者至少未来普京是赢不了的。 最近的西方媒体,也在按照这个框架,开始洗脑造势。总之就是一个意思,西方强大而坚定。而俄罗斯则是国内国外满盘皆输。 那我们顺着这波舆论,如果非要站在一周年这个节点来评估。是不是真如西方所宣传的,俄罗斯真的输了呢?前几天我看到有人为了证明俄罗斯军力衰弱。 举了个例子。如果美国打墨西哥打了一年都没打下来,你敢相信吗?大概意思就是,美国如果南下墨西哥,几个月就能给人平推了。 对比之下,俄罗斯目前的进度实在是菜机。我且不说美国在阿富汗,伊拉克是怎么打仗的。就说这个比喻,其实很不恰当。 因为美国打别人的时候,打的都是顺风举。在舆论造势上,所有美国的敌人都先被打上了邪恶的标签。只要美国出兵,名义上都是以异军讨不易。联合国反对都没用。 在战备对比上,美国军事科技经济实力是全球最强。军事打击加经济绞杀,基本上打谁都是降维打击。在作战力量上,每次美国出兵,背后都是珊瑚海啸一群北约小猎狗。基本都是集中北约力量群殴一个国家。这种顺风仗,你跺你也嘛。但俄罗斯就不一样了。在舆论造势上,乌克兰背后几乎站着全世界的主流媒体。 从开战一时,俄罗斯的形象一早就被邪恶化了。某种程度上,俄罗斯的军事行动,一直都有种逆流而行的意味。战备对比和作战力量上,那就更一言难尽了。在开战之初,你可以说俄乌是在一对一单挑。但是自从北约突破防御性武器的限制,开始向乌克兰输送多管火箭炮和坦克之后,还说俄乌是在单挑,那就有点耍流氓了。 到2022年10月初,西方对乌克兰的援助承诺,就已经达到了1260亿美元。其中75%以上用于战事开支。而当年乌克兰GDP也不过1300多亿。 等于说,去年西方差不多拿出来乌克兰一年的GDP,拖抵了这场战争。这场战争就不是俄乌两国国防体系的碰撞。而是一种分工更明确的方式,乌克兰出人出地。整个西方提供指挥、训练、情报、武器等支援。 至少从去年下半年西方直接而深入地介入后,俄乌冲突实际上已经不是俄乌的冲突。而是俄罗斯和整个北约系统的直接对抗了。 换句话说,再不是乌克兰以一国之力对抗俄罗斯。而是俄罗斯以一国之力对抗整个北约了。那从这个角度看,仗就得换一种算法了。 北约国家GDP大约50万亿美元。占世界份额的差不多一半。而俄罗斯GDP只有2万亿美元,不到2%。 北约国家军费支出差不多1万亿美元以上。而俄罗斯还不到1000亿。 更关键的是从2014年开始。俄罗斯可是一直承受着西方制裁。而北约是不受限制的。这种情况下,一个打30个。打到现在这个程度,你能说俄罗斯输了。借用CNN的灵魂拷问。经济上,你拖垮俄罗斯了吗?军事上,你打跑俄罗斯军队了吗?政治上,普京下台了吗?国际舞台上,西方振臂一呼吼。 广大亚非拉国家反俄了吗?现在成天在哀嚎的是谁?是欧洲。更何况,随着乌克兰自身的军事和经济资源走向枯竭。 越来越依资源。越来越依赖西方的供应。西方和俄罗斯拼起战争潜力来,也已经越来越力不从心了。俄罗斯的特点我们都知道,皮势和耐操。资源全面且丰富,军工体系相对成熟。 本来军力是个短板,但在去年开始动员后,这块短板一定程度上也给补上了。对比之下,北约的产能短板就很明显了。 斯托尔滕贝格已经直言。乌克兰的弹药消耗,率超出北约的生产率很多倍。北约盟国的库存都已经耗尽了。就连美国的产能都跟不上。除了挪用卖给台湾的武器。最近,还把秘密藏,在以色列的弹药,拿出来应急了。而随着俄军春季攻势的展开。短期内,战争的规模和烈度又必然会继续升级。 这种情况下,以当前俄乌越打越血腥的模式。北约又能维持多久的高投入。又有多少战略物资可以往乌克兰送的。当然不是说北约总体实力不如俄罗斯。而是一来,冷战结束后,北约确实虚胖。二来,北约不是一个国家。不可能像普京那样统一动员。所以存在内部协同的问题。 美国那边呢,原先原污是铁板一块的。但一来,在美国的敌人列表里,中国可是大大优先于俄罗斯的。 二来,在美国优先的口号下,美国民众对原污的怨念也开始反弹了。 于是现在乌克兰问题就不再是铁板一块了。而是两党斗争的一个重点议题。随着今年共和党向总统大卫发起冲锋。 美国的原污政策必然会进行重新辩论。美国国内对于原污的分歧,也必然会越来越大。 这其实就把压力给到了乌克兰一边了。除非在今年之内,泽连斯基能在战场上打出一波关键逆转来,巩固金主的信心。 不然美国必定会逐步抽离乌克兰,重新调整对中俄的战略。 这也就决定了,当乌克兰本身失去战争能力之后,西方是可以给打到最后一个乌克兰人的信念续命的。 不过也仅限于和俄罗斯僵持下去。但仅凭着西方联盟三心二意的支持,是根本不可能把俄罗斯给彻底打趴下的。 所谓的俄罗斯满盘皆输。不过是西方政客的周年业绩总结而已。反正吹牛也不费炮弹,怎么吹不是吹呢?